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今天來分享宿舍放射彈的輕弩配裝 放射彈的特色是會自動追蹤頭部弱點 對於打點的要求非常的低 大概打得到頭的附近就可以了 自動追過去了 保持持續的bububub就可以有不錯的輸出了 對於累了偶爾想偷懶的獵人們是非常不錯的選擇哦 這次推薦的是土砂龍輕弩 主打Lv.2放射彈 優點是走射 走田 宿舍全部都可以做到 舒適度真的是第一位的 沒有可以比你的 目前能速射Lv.2放射彈的輕弩 除了土砂龍這一把 還有兩把輕弩也可以作為對比看看 分別是炎王輕弩和風神輕弩 這兩把的優缺點很明顯 兩把的面板都是330技術攻擊 土砂龍輕弩要低一點320 孔位的部分唯有土砂龍有兩個一級洞 風神的輕弩能速射散彈 不過我選擇推薦土砂龍輕弩的 而最主要原因是Lv.2的放射彈 土砂龍一排有4發 既能走射又有走田 其他兩把都是一排只有3發 並且只有走射並沒有走田 舒適度上就要低一些了 想必大家都知道我對於能走射走田 堅固的弩槍是格外偏愛的 接下來分享武器的部分吧 土砂龍輕弩從R8直接強化到R10 需要魁夷化的龍骨素材 可以打魁夷化的土砂龍 散鳥 水獸 炎龍 魯槍克只選擇安裝加強倉管 來進一步提升攻擊力 交換器2 注意選擇精準射擊 就可以有更高的攻擊力 精準射擊帶來額外的後座力不用擔心 這把輕弩只要我們配3級的後座力 就可以收到小 再來看全身發動的技能吧 攻擊7 弱點特效3 我也有配一套超會心加弱特的 護士要求會低一點 實測下來兩套打放射彈的傷害很接近 攻擊弱特的要高出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有攻3S2的護士 就可以配我這一套 如果你的護士是弱特2S2 那就可以配超會心弱特瀏 彈藥節約3 還是那句話 並不是因為子彈不夠用 Lv2放射彈是從Lv1條合過來的 1換4 所以子彈量是絕對的足夠 帶上彈節只是為了節省裝填的時間 來追求DPS持續的輸出 散彈強化Lv3 這個技能其實是包括放射彈的強化 裝填速度 後座力減輕全部都要拉滿 因為我們是宿射放射彈 所以宿射強化也要拉滿 迴避距離UPLv2 這是我對於Mway的青龍配裝必帶的技能了 不然青龍手們真的太容易被碰到了 Mway的魔物摸你一下又很容易倒下 接下來是狂龍陣 克服1級的狂龍陣後會心率會加20% 也可以和頭上的怨恨搭配一下 只要體力的技能條有紅色還可以提升攻擊力 槍械改良是防具給的 我們用的是家常槍管 所以會進一步提升攻擊力和彈道的強化 接下來是防具和裝飾品 武器上放2顆一反珠 百龍槽只有一級 所以放鬼鳥龍珠 鬼王頭放1顆速射珠 1顆攻擊珠 飛蜘蛛鎧甲 1顆速射珠 1顆一反珠 吐沙龍腕甲 1顆跳躍珠 1顆早田珠 飛蜘蛛腰甲 1顆跳躍珠 1顆攻擊珠 友愛護腿 1顆速射珠 1顆痛擊珠 護石是攻擊3防1顆痛擊珠 如果大家的護石還有位置 可以塞一顆點射來修正一下小的偏移 但放不下也無所謂 畢竟放射彈是自動追蹤的嘛 接下來分享倒置袋的準備 基礎的回復藥 鬼人三件套 生命粉塵 彈藥的部分需要60顆Lv.2放射彈 60顆Lv.1放射彈和Lv.2的火藥粉 是用來調和Lv.2放射彈的 一發調和四發 所以彈藥料相當充足 還有力量和守護的護符和爪子 捷徑的部分只需要調和Lv.2放射彈 貓飯推薦大家吃短期催眠 粗暴痘痘和大伊利 放射彈的傷害可能的確不如其他的子彈 看起來的美麗 不過偶爾打點打得疲勞了 換用放射彈 300發的子彈隨意用 而且是可以持續不間斷的輸出 也可以彌補一下 加上這一把輕弩可以走射走天 還是相當的舒適的 如果大家想要收看更多關於魔物獵人的影片 請記得按下訂閱 也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我是Anny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Bye